好,再给大家美国12年继续扯淡 今天扯淡一个当我还是资格了事的时候 收获一笔巨款,70多万美金 当然这个是一个读者,也是我的一个客人 他当时第一次登录美国,看了我的文章 找到我,直接叫我帮他订房子,找住的地方 那个时候他也知道我的专业能力是不行的 但是他就是认识我,就要把那个生意交给我来做 这是很明显,为了扶持我,帮助我 我心里非常清楚的,也非常感恩的 他第一次来美国就买了一个车 在美国带着家人登录 把车买了,在那边待了20天 然后我们一起看到那个 从罚人新区到罚人老区 到那个尔湾这些房子 我们连续陪着一起看了将近可能一到两个礼拜 没事就去看 在那个看完过程当中,因为我也是在学习 这个哥哥是出车,出油钱,吃饭全是他买的 是登录过后待了20天,带着家人就飞中国去了 直接把一个新车就认给我了 我相信这种信任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当然他也是对我的一个了解和认知的一个基础上 他才做出这么大的决定 因为他把车扔给我,如果出了问题这个车 他是要承担年代责任的 但是他敢这么做,说明他对我的一个了解和认知也是深刻的 因为这种信任是不能辜负的 我一直在强调,这种信任是绝对不能辜负的 如果飞中国过后,我把他的车就基本上就放到哪里 就没有开了 因为我自己虽说是一个破车,旧车 但是我们要追求一个新安,对不对 让他也心理放心 当然他对我是觉得也是放心的,这个是不用反应的 他飞到中国就打款 陆陆续续打了将近150万美金 到美国来买房子 是2014年就把房子订了 当时房子130多万,现在已经在轮涨了300万美金了 然后因为他在那个City Bank开了一个银行账户 当时留的地址也是我家的地址 由于他不断的一个往里面打钱了 美国这边一个资金的监管了 是非常严格的 银行就叫他去解释他那个钱是怎么回事 因为不停的进来 他也没理财,因为人在中国 银行就直接把他的账户关了 大概这个账户有70多万美金 用哈希尔切口直接寄到我家了 当然我很快马上就收到哈希尔切口就告诉他 给他做一个转程 当然我说的要把他那个钱给他污掉 如果我是一个心疏不振,我是一个贪财的人 我是一个磨光短浅的人 我把这70万美金 因为这个你要在每个挣个70万也不是那么容易 然后搬掉他的70万就去从江湖消失 可不可以?当然可以 但是我当然不会那样做 你给我七十万七百万 七千万我也不会那样做 因为不是我的钱 你给我我也不会要 我说像今天我们已经管理资产超过过亿美金 要到美国要把这些房子去给他盗卖 搞个几千万美金今天那太简单了 对不对? 罗杉矶发生了多起这个房子必到卖 曾经有一个经纪人把人家房子十多都卖了 跑了,卖了大概可能一个一千多万美金 跑了 但是你叫我做 你说我们能不能做出那种事 那是不可能的 我说的叫我做那种事 你直接把我杀掉 这东西是学业当中的 固执的这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那我喜不喜欢钱 男人贪财好谁 吹牛逼这是本性的 我一样的有这些毛病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底线 有信仰 有原则的 不是我的财 跟我多少也不会要的 你跟我这些财富 我直接 我说你就帮我杀掉算了 对不对? 你像过去这几年渔情 罗杉矶这个房子产权必盗卖 产权发生的一个转移 是跟罗杉矶一年十几千起 因为美国那个威法犯罪门槛很低 但是你威法犯罪那个成本很高 你基本上去干这些事 那在美国的时候你就不要分下去了 就切得完蛋 这个不用说的 这是在真正的吊事的时候 那租个房子在那个圣盖 大概不到两千美金左右 好像三方二点五位的一个康斗 一个公寓 给大家讲这个经历 刚来美国很多东西就是说 我是看的非常在长远的 做人做事 不要去只看着眼睛的利益 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利益 那个时候生活虽然很艰难 很需要钱 但是不是我的钱 不是我们的钱 一分钱也不要去碰 这是一个做人的一个起码的一个 良知和道德和底线 突破了这些底线 你人就完蛋了 我会说一个人一生都完蛋 这个哥哥 我们成了很好的兄弟 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 他一离开美国 因为基本上处于跑卡那种状态 一离开美国他家里的 支票银行账户 现金全部交给我们 我们就告诉我们放到哪个地方的 房约是我们随时进去 当然主要是帮他照看家 有些问题帮他去处理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的 离开美国都把家交给我们了 家里的财产 房子全部交给我们在管理 这是一种摩大的信任 这个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我说我们公司现在管理的资产过亿美金 我相信 十年也需要不了十年 五年过后 我们的管理资产要达到十亿美金 我们 如果没有一个底舌 客人如果不能感受到 他的一个资产的一个安全 我们公司怎么做大呢 对不对 所以说客人把资产交给我们来管理 房产交给我们来管理 房产安全 这个是一定要百分之百保证 产权的安全 租金安全 产权怎么来安全 这个需要大家 那些客人自己去体费 交给我们公司 我们非不会去盗卖掉 非不会去盗卖屋主的房东的房产 当然我说的这种事是百分之百 绝对不可能发生 现在赚钱 一年赚十万 或者一样赚一百万美金 对我们的生活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 没有影响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它当一个师爷 当一个家族的师爷 怎么去把它做大 这也是过去十二年 我们从一开始一步步的走过来的 打下的一些监视基础 这样就会得到更多的一些人的一个信任 信任我一再强调不是靠我们嘴巴去说 一定是靠行动 靠你的持续不断的行动 时间的一个积累 才能把那个信用建立起来 绝对不是靠嘴巴这两个地方 我有信用 是没人信任的 不是靠时间十点 去积累起来的 这期关于两个十二年 就给大家扯淡这个故事 好 谢谢大家的一个关注 我们下一期节奏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